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折着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着王子 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乌龟 这一款 另外给大家展示两款折着作品 这一款是以前录的折着视频 折着乌龟 展示一款比较复杂的折着作品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把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 翻到背面 把两个边对折 展开 把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段把它挤压到一起 形成一个振花形 全转一下 开口朝下 把下面两侧的边 折向中间的直输线 上面的角往下折一下 展开 把上面一层纸往上拉 按照刚才的折函 向上压成一个尖角 放在背面 这一侧同样的操作 下面两侧的边折向中间的直输线 展开 把这个角往上折 上面压成一个尖角 上面压成一个尖角 把这个角放下来 后面的角放到后面 下面我需要剪 剪 把这里剪开 剪到距离这个横直线 留出一小段距离 下面把这个角 向左上方折 这边露出一个小角 露出的角将形成乌柜的后腿 这个角度自己掌握一下 只要露出一点就好 下面看这个角 往外折 这个角度和距离自己掌握 展开 按照折函 翻着到外侧 这边的角也一样 这边的角也一样 向外折一下 展开按照折函 翻折过去 把这个角往后折一下 往里折再往外折 露出一个小角 把这个角形成乌龟的尾巴 看一下这个角 把它往下折 再把它往回折 距离这个边流出一小段 这个距离自己掌握 趁着肩脚往下折 这里将形成乌龟头 然后看一下这个向连的部分如何操作 把这里外侧的边 撑开往里折一下 把它的脖子折出来 同时这里撑开 压成一个小三角 形成这样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里撑开 往里折 折细一点 这里要撑开 压成一个小三角 形成这样 这个角度可以调一下 好,这样乌龟的头部也就好了 最后画上眼睛 画两个圆圈 圆圈里面画两个黑点 形成眼睛 好,这样一款乌龟就完成了 不过,这样就在想在哪里 这页是起来的 相当下是会的 MOKA 几番来 MOKA MOKA